哈囉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早 我是林志榮 今天是10月24號早上10點半 美股昨晚原本大跌了500多點 盤中大幅收繳 尾盤只剩100多點 美股在這邊大幅收繳 後續會怎麼走 對台股又會有什麼影響 我們先來看一下 SP500的走勢 原本中哥認為跌破這個低點之後 往下就是一個主跌斷了 但是昨天該下卻沒下 那在這邊呢 中哥認為他會繼續走一個盤整的格局 那在這邊盤整是為了什麼 為了等待這邊季線的靠攏 當季線這邊逐漸往下靠攏之後 那隨著大盤在這邊 往上沒有辦法突破季線 遇到下降季線的壓力 再回撤 那時候才是主跌斷的開始 所以中哥這邊認為還是會繼續盤整 那廢半來看呢 廢半昨天呈現一個破底狀態 但是呢 尾盤也是大幅收繳 所以中哥認為 每股的三大指數 還是會走一個區間盤整 那用時間來等待季線跟年線的靠攏 那反彈上來遇到下降的季線 再回撤 那時候才是主跌斷的開始 那我們來看台股 一樣是這樣的走勢 原本呢 中哥認為會在這邊區間盤整 那多方要回補缺口 才取得發球權 萬一再往下跌破 就是主跌斷的開始 那大盤呢 今天已經有跌破這個區間 但是中哥跟大家講的是 目前中哥認為 他還是會在這邊持續去做震盪 以時間的角度來看 必須等待季線往下靠攏 然後跟美股一樣 反彈上來遇到季線 站不上下降的季線 回撤就是主跌斷的開始 原本認為這邊跌破是主跌斷 但是現在中哥認為 會用時間來等待季線的靠攏 那站不上季線 站不上這個封閉缺口 這就是主跌斷的開始 那在這邊呢 波動一樣會相當大 你做多做空都有機會 那這邊個股操作上面 你一定要用多空來保護 因為面臨不確定的因素 外面有中美戰爭 台股內部有大戶退場的引誘在 所以在這邊你一定要多空操作 你多空同時保護 這樣你有機會兩邊同時都可以賺到錢 那在這個波動啊 波動這麼大 中哥跟大家講 在這個波動 波動大 表示你的獲利機會也大 多空都可以操作 那我們在10月22號的時候啊 9820有進場去做強短 那我們在尾盤的時候 9920的時候獲利百點出場 這個家族成員都可以幫志龍哥做驗證 那在昨天的時候呢 我們9830進場去做放空 那9830進場去放空之後呢 我們尾盤有將獲利回補一半 將這空單獲利回補一半 那剩下這一半呢 就會變成一個一個波斷單 中哥認為跌破這邊有機會繼續往下走 所以中哥昨天將這個 將這個短線的空單獲利一半之後呢 這一半的空單會繼續留著 變成一個波斷單 那短線上會隨著這個盤 有機會過高 或是回補缺口之後 再將這個波斷單給出場 在個股上面呢 一樣多空都有機會 但是我們要先看到人氣指標有沒有機會帶動 我們看到被動元件 矽晶圓跟工具機 這三大指標呢 中哥都跟大家講 你要看到一個長紅K棒 來確認底部型態的時候 你再去做進場買進 才會比較安全 長紅K棒確認底部 隨著季線的靠攏 那站上季線 多方才會有機會 跟大盤一樣 隨著季線的靠攏 回補缺口站上季線 大盤才重新取得發球權 不然大盤這邊會持續的往下探底 那個股呢 一樣 這邊你買進停損 買進又停損 等到真的行情來的時候 你反而卻不敢買 為什麼 因為你這邊已經買到手軟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被動元件在10月23 昨天再次破底 這種股票一直在破底的股票 你千萬不要輕易去嘗試做買進 我們等到有一個安全的訊號 長紅K棒 你再去做買進才會比較安全 那吸金也一樣 如果你在這邊去搶短的話 那你這邊就是買進停損 買進再停損 你一樣等一個長紅K棒 來確認一個底部型態 當有一個長紅K棒 一個安全訊號出來之後 你進場去做買進 對你的部位才是比較安全 那雅德克工具機 昨天這有跟大家講 要觀察雅德克 什麼時候可以站上季線 工具機啊 是三大人氣指標裡面 最接近季線的 那這時候你就看 他什麼時候可以站上季線 那在沒有站上季線之前呢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去搶短的話 昨天又是一根長黑K棒 所以在這邊 你就是等待一個 什麼時候可以站上季線的 關鍵訊號 那至於多空操作 到底有哪些個股可以多空操作 多空保護 到底應該怎麼保護 我們在10月15號的時候 有在群組公開跟大家分享三檔標的 一多兩空 那這一多呢 一多是1262的綠月 那兩空呢 都是水泥股 分別是1101的台泥 跟1102的亞泥 那這三檔呢 都中 中哥不像說市場上分析師 給你很多股票讓你去選 中哥採金兵政策 中哥推的都是金兵 仔細挑選過的 那你看到這三檔都中 我不會像市場上的分析師 一次給你10檔 讓你自己去挑 我就把範圍縮小到再縮小 那我們來看一下 6月 6月10月15號的時候啊 我們跟大家講 這邊還沒發生的時候 我們跟大家講 如果這邊是個M頭 那為什麼外資在這邊 一直去做買進呢 如果這邊是M頭 那外資這邊一直買進 背後有故事的話 就會變成一個WD 那你可以看到 10月15號分享之後 到今天 到昨天 不好意思到昨天 總共上漲了19% 那這一路外資還在買 一直到昨天 外資還在買 那短線上呢 會遇到這邊的反壓 震盪是難免的 只要外資在這邊 還是持續去做買進的話 那日月這檔 後續應該還有機會 所以這邊 你就是觀察 外資什麼時候開始下車 那再來呢 兩空的個股 我們來看一下 這檔是台泥 那你可以看到 在這邊頭部成型的 那昨天呢 也是放量下跌了4% 那從10月15號到今天呢 到昨天呢 一共下跌了7% 那投資朋友 你不要覺得這種 大型股不會跌 當現行呈現頭部的時候 他要跌 也是會跌給你看的 你只要相信一句話 價格最大 當價格在跌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去期待 他會做反彈 再來另外一檔 雅妮 你可以看到雅妮這邊 也是一個大頭部 那昨天呢 更是放量跌了6% 從10月15號呢 到昨天 一共跌了12% 投資朋友 大象 也是會跳舞的 你不要覺得全肢股不會漲 不會跌 在這邊 真的要跌 也是天天跌給你看 你可以看到 這邊K線 幾乎是天天受黑K 從10月15號到10月23號 六個交易日 總共跌了12% 你放空 就是賺了一成 中哥 從綠月 台泥 跟亞泥 三檔都中 三檔的報酬率都是相當不錯 表現都是相當很好 那投資朋友 這種哥多空操作 在不確定的行情 你用多空操作 這樣的部位抱起來 你才會安心 當行情不確定的時候 隔天一下子開盤大漲 或是隔天開盤一下子大跌 你個股這樣的部位 你抱起來才會安心 甚至呢 你有機會多空兩頭賺 你可以看到中哥 綠月做多也是賺錢 做空台泥跟亞泥也是賺錢 所以投資朋友在這邊 這些不確定的因素 你一定要學會多空操作 在空頭行情的時候 你也一定要學會 如何放空操作 那在這邊呢 中哥還是要跟大家講 超跌之後 你一定要建立起自己的標準 當你有自己的標準之後 在無論多空 不論是上漲行情 還是下跌行情 你都有機會可以去賺錢 你都可以充容的去面對這個行情 你不會聽信息市場上跟你講說 這個基本面很好 你一定要買進 但是你有自己的標準之後 這線型就是在跌啊 你為什麼要叫我去買進呢 我不相信你說的 你就會避開這段下跌段的風險 當你有自己的標準之後 你看到線型就是在跌 你甚至會經常去放空 來賺取這個下跌段的行情 那在這邊呢 中哥也要跟大家講 中哥在10月15號的時候 在Lighter公開跟大家分享 一多兩空的個股 那接下來呢 中哥也要在Lighter上面 再分享一檔標的 那投資朋友 在這邊 你只要到 中哥的Lighter去按讚 按下笑臉 集滿500個讚之後 中哥就會公開分享這檔標的 那投資朋友 更多的多空訊息 請歡迎鎖定中哥的FB 國旗小孩子 或是Lighter 中哥歡迎大家加入 謝謝